深圳市连发多起儿童高空坠楼事件 顶楼坠落 窗口滑落 悲剧频发 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今日说法问题播出 深圳儿童坠楼事件调查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最近我们从深圳的有关媒体当中了解到 从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深圳市就发生了八起儿童从高空坠楼的悲剧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了 为什么如此密集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记者赶到深圳的时候是十一月十五日 而就在一个月前 在深圳市保安区沙井街道共和社区 一个六岁的男孩从七楼楼顶意外坠楼 怎么调出来的呢 我不知道 我没上去看过 是吗 他在那边住啊 他包住房的 他擦一个麻将 管自己就打麻将 老公婆打麻将 他儿子乱炒 生气流 人多嘛 开门嘛 开门他从旁边的儿子一起去 去朝来朝去 朝上去玩 朝到上面过去掉的就下来啦 当记者在小区里打听男孩坠楼情况时 遇到了不幸坠楼身亡的六岁男孩的父亲于先生 随后于先生带着记者前往孩子出事的地方 当时这个孩子就是从这儿上的天台 对 对 对 他当时就是从这里上的天台 你现在没锁过 这个门都是 平时就是锁着还是开着呢 他现在是锁的 现在是锁的 我出了事之后 然后才锁的 以前 之前都没锁的 他这个房子是请了一个人在这里看广里的 整栋楼 都是那个广东的 对 整栋楼是那个广东的 然后他是请了一个广里人员在这里广 于先生介绍说 这个门就是当天通往孩子坠楼楼顶的门 以前都是打开着的 这个单元都是一个房东买下的 现在 房东雇了一个人负责看房子 门也是最近孩子出事之后才锁起来的 随后于先生找来了看房人 打开了通往楼顶的门 平时这个门都是锁着的吗 不是 以前没锁的 但是这单元没锁的 房东家不能开门的 以前为什么锁的 这房东家不能锁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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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为什么锁门的 你现在没有锁门 人在这里上来搞这个门 看房人说 他只负责看房子 房东让他开门或者锁门 他也只好照办 而现在 锁门是为了保留现场 那么 孩子到底是从哪里掉下去的呢 我儿子就从这里爬上去 想从那 想爬那边过去的 但是有个女孩子从这边爬过去 我儿子是第二个从这边爬过去的 但是他爬到这上面 踩到这上面去爬上去 于先生向记者介绍说 当天他六岁的儿子就是从这个地方掉下去的 而这里刚好是这个楼两个单元之间的缝隙处 由不透明的塑料板连接着 于先生说 当时 儿子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 有一个小女孩从塑料板上走了过去 儿子也就跟着爬上了塑料板 没想到 塑料板突然断裂 孩子掉下去了 这个是什么板 那 反正有链子吗 风沙鱼的 它已经崩化了 对对对 崩化了 那小孩子哪里走呢 也不知道下面找几个风沙 对啊 这板子它不是干嘛的呢 肯定为的可能是遮雨吧 同志 这个板子是为什么安的呀 您问过房东吗 您不是给房东看板这个吗 这个板这个我打工那时候我没过来的 我都不知道 您不知道是吧 记者目测了一下出事的塑料板 大约长一米 宽五十厘米 厚不到一厘米 记者想要测试一下 一块塑料板的承受力到底有多少 但是刊发人表示 现在警方要求保存证据 不能轻易触碰 人和人不能动这个 一天没接着 不能动 记者看到楼顶周围都是围墙 高度大约有一米多 除非是爬上围墙 否则是不会掉下去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几块塑料板竟然要了孩子的命 我还不希望他这样子掉下去 太残忍了 余先生介绍说 他的儿子叫青宝 今年刚六岁上小学一年级 那天吃饭很晚 十二点到一点钟才吃饭 应该这样子 很晚 然后那本小女孩就到我家里来找我儿子 我说我儿子在背面玩 然后那小女孩就去背面找他 然后我儿子就跟他去玩了 这样子的 我就很放心了 所以我就坐在家里嘛 就我说小 如果去这些地方我肯定不放心了 去他家里 我就因为他也是个很小的女孩 两人在一起玩 到三点半左右 然后他同学的一个母亲 还有那同学就跑到我们这里来 就说我儿子摔跤了 我当时以为就摔跤 怎么没什么 然后我说摔跤了 那我说有没有怎么样 他从楼上摔下来 我当时就 那个心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我说从楼上 我说几楼 他说七楼 但是我就赶紧就往 就刚才那栋楼 跑到那九号九号那栋楼 那栋楼我跑到那顶楼 然后去看 往下面看 我儿子当时就已经是 趴在那里 然后头上一大潭血 出事那天 刚好有一个女同学来找他玩 所以他们才放心的让孩子去了 没想到孩子们会跑到楼顶 还发生了意外 记者随后找到了当时 和青宝一起玩的小女孩家 而记者发现 原来这个小女孩的家 就位于通往顶楼大门的旁边 那么是不是出事那天 星宝来同学家玩 后来又去了顶楼呢 您家孩子和他们家的小朋友 是经常在这玩吗 没有 第一次吗 第一次 第一次 以前都没来过 我们也是正决机过来的 那以前他们经常到这天台玩吗 没有 今天真的是 那天真的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 当时孩子们到这玩的时候 你已经在家吗 我在家 我在家上网了 但是他们什么都来的 我不知道 我是听到声音 我才出去的 他们两个都吓大爷 我出去 我听到声音出去的吗 因为不希望引起孩子 对那天可怕的回忆 记者没有询问女孩 而据女孩的母亲说 那天她虽然在家 但是 青宝和女儿 有没有在家里玩 她并不太清楚 也不清楚孩子后来 是怎么上的顶楼 于先生向记者介绍说 儿子出事的这栋楼 的确是验手合合的楼房 但出事的这个单元 被房东用不结实的塑料板 将两个单元之间的缝隙 连接了起来 塑料板不透明 不明真相的人 很容易被迷惑 误以为这里可以通行 存在安全隐患 而对于小孩子来说 更是危险 最后 于先生又带着记者来到了楼下 从另一个角度 向我们介绍了 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 我儿子就踩的那个板 然后就踩塌下来的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洞 就是从那个洞 那边掉下来的吗 对对对 它当时就踩的那块板掉下来的 所有的楼都是中间有这个板子吗 不是这样的 其余的楼都不是这样的 就唯一它这一栋楼是这样的 那你带我去看一下别的楼 行可以 结构是一样 但是它上面有做防护措施 防护措施 对 有那个防盗穿 上面是那个炸篮式的 对对对 用那个铁的那个 有做的那个 黄盗网 对 它做的有那个黄盗网 而唯有它那一栋楼 不是那样的 就是用那个塑料板 已经时间很长了 根本就 已经那个塑料板 上面全部都是裂痕 小孩子他不懂 然后爬上去踩完塑料板就塌下来 如果像这样的结构的话 他小孩子就根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是即使孩子不注意的 对 对 也不会放过 对 余先生认为 房东没有对通往顶楼大门进行妥善管理 另外 楼顶的塑料板的安装 也存在安全隐患 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不然 以后别人也有可能重蹈覆辙 发生悲剧 你安慰的没有 那我认为 就是说他要负起 他应负起的应该的责任吗 你认为他应该负什么责任呢 就负到 那个安全隐患的那个 就是说你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 你就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吗 作为家长 余先生承认 他们的监护有不周的地方 但是 如果没有那个塑料板 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余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段 手机拍摄的视频 那是今年春节 他们回老家的时候 儿子在镜头前快乐的婉转 我一下子都懵了 不知道是自己在做梦还是真实的 那几天 我都好像眼泪都 总是好像不可能的 好像儿子会回来的 但是就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事 总感觉到好像这个事 还不是真的 就是好像儿子还在的 一个人和不一个可爱的镜头 但是几天他就总感觉到 就是说 身体太好了 好像没有这个事 好像还没有发生 就是还没有发生 总感觉儿子还是在身边的 没有发生 余先生说 他们一家都是从江西来深圳的 一晃已经快十年了 现在他们靠给人看房子 收租金为时生计 余先生说 意外发生之后 他们一直无心工作 至今 余先生家门口 还放着两双拖鞋 一样的颜色 一样的款式 大的是他的 小的一双是儿子的 而儿子的玩具 也一直放在原来的地方 事情过去一个月了 余先生说 房东却一直没有主动露过面 甚至连电话 现在也打不通了 更令他们感到气愤的是 事发之后 房东的态度 让他们不能接受 就是说 资金平两万块 你要就要不要 我就走了 他就这样走了 他跟那个说话 真的太难了 一句谈了 一句谈了一句 就出于责任的话 他就我们就也就算了 但是他从头到现在 他就认为他一点责任都没有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的 朱洪亮教授 欢迎朱老师 房东在楼顶上 加盖了一个一层塑料板 可是他会给人一个错觉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通道 能够连接两个单元 就是作为房屋的房东来说 他为了凡雨的西药塞 上面搭了一块板 本来是没什么问题 但这个地方是一个善人的雾面 有人会到雾面上面来 你把缝隙已经遮盖住了 他看不见下面的缝隙 而他又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就会以为是一个通道 就从这上面过去 你自己本身的钱都又不够 所以很容易死人就会掉下去 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会有人从这过去 而造成最后伤害 所以他是有舒服大意的问题 这个是应该有一定责任 他应该为此负责吗 应该有一定的责任 就叫做主观上有舒服大意的过失 家长认为 楼顶上门 如果你说它是消防通道 那么他平时得是开着的 但是他还得有人把手 得有人看管 你现在没有人看管 这个消防通道门 您觉得有问题吗 这就涉及到我们现在的屋顶 有两类 一类是可以善人去活动的 叫做可善人的屋顶 还有一类是不能善人的屋顶 可以善人的屋顶 这个门是要打开的 因为要方便人善去活动 但是他要加上一些防护设施 就是周边的捕运郎 他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 同时要有牢固的 不会人一靠就会倒下去 反正人就会山下去 从这一个案子来说 看来他是一个善人的屋顶 并且周边的女儿强的高度 也还满足要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门是应该开着的 不一定非得要锁上 那如果开着的要不要有一个人 在那看管呢 这没有必要 因为他已经防护的措施已经够了 所以这个门开着不一定要人把守 于先生不能接受的 是房东不肯承认过错的态度 而就在儿子意外发生一个星期之后 在深圳市龙岗区 布吉果园小区 一个十岁的女孩 从三楼厨房的窗户摔下 不省省望 而这起意外的发生 女孩的家人认为 也和房东有关 你现在是多少时间了 做了六年多了 六年多 对 房东这也有一点的严倾味 我说我孩子死了 叫给房东打电话 还没有一句新娘的话 你看房子这里 从这里摔下去 这里有 这里水广在外面 可能小孩看到 这个水 可能漏它光水 不注意 这里是不是有油 就花 小孩就花下去 这次意外中 不幸身亡的女孩叫小梅 今年十岁 小梅的母亲说 当天小梅就是从这个窗户 不小心摔下去的 在这里 这个就是 那个水 在外面 在外面 当时就为了开这个 可能它是 可能水管 坏了 水管了水 可能它去管水 不 不注意 就摔下去了 记者看到 孩子坠楼的地方 是厨房的一扇窗户 窗户下面就是灶台 据小梅的妈妈说 当时小梅是为了去关 位于楼房墙外侧的 水管总开关 才失足坠楼的 当时你们都在家吗 不在家 就是我那天就去换这个 锅 修这个歌词 大概我说在11点半 我回来也不吃 礼拜六 晚一点也可以 我刚刚没有 刚刚到新疆 我儿子接了人家的电话 我儿子 她说妈妈 她说妹妹从楼下 睡下去了 我的脚就一下就远了 小梅的妈妈说 事发当天 家里只有十岁的小梅 和八岁的妹妹 那么 当时小梅 为什么会去触碰 那个在墙外的开关呢 记者也向当时 和小梅在一起的妹妹 了解情况 你们记得那天 你们姐姐在家 你在干什么吗 她说 你在看书呀 你在屋里看书呢 嗯 那姐姐在干嘛呢 在外面 看书 姐姐在外面看书 嗯 后来 那个姐姐是怎么到厨房的 那你说 没有 你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 听到 嗯 后来那个 你是听到了声音响 还是听到的时候 声音响 声音响 什么响声呢 水响 水响 是哪儿漏水了 到底 是窗户外 还是家里 窗户外 窗户外 然后你姐姐呢 干什么 就掉下去了 随后记者还找到了 当时第一个在楼下发现小梅出事的目击者 那天您看到了什么 我 我老婆就上去叫我嘛 我在看电视 她说上面摔了一个小孩下来 摔个小孩下来 我就下来看 看那个从三楼那个水管都爆破了 都漏水 就是那个三楼那个 那个水管 那个窗户那里烂掉了 烂掉 肯定是小孩要不是灌水 那个手扶出来灌水的时候 不小心就摔下来 应该是摔下来 烂水我就看见 马上就报警 可能 一个孩子已经在地上 对啊 已经不能动了 小梅的离去让全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而小梅的家人 也像于先生一样 承认 作为家长的他们 确实存在着监护不到位的责任 但是他们还提出 这个房子本身的构造就是有问题的 小梅的母亲介绍说 他们的家来自湖南 在深圳打工已经十多年了 租住在这个房子也有六年的时间了 可是最近他们才得知 这个房子是房东个人自己盖的 水管的管线也和别的楼不太一样 因为涉及到专业问题 为此小梅的家人还请了律师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还从来没看见 自己的这个用户的这个水管 把总划设在这个外墙外面的 特别像他这种是住在三层以上的 他应该是把水划安全的做法 像一般的小产权房 我们所看接触的小产权房 他是统一把水划都安在一楼 靠近地面这个地方了 统一这样来 而不是设置在这个 他的三楼就在三楼 四楼就在四楼 这样设计上肯定是有严重的问题的 律师表示 一般个人盖的小产权房 设置水管开关 会设置在屋里或者是底层 像这次事故中 设置在高层楼房外侧的是属于设计问题 也就是说盖房子的房东有失误 那么房东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 因为房东不在深圳 记者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那个为什么会安在外边 没放没安在屋里 当时 房东的说法是 不管设计是否有问题 孩子爬到窗外和他无关 但是小梅的家人还是提出 厨房的窗户高度不达标 小梅的父亲还特意用尺子进行了测量 再量一下这个高度 大概到这儿 86厘米 大概是86厘米 这是80厘米 86厘米左右是吧 就是很好吧 86厘米 然后您觉得这个高度是有什么问题 等于高的就不合格 标准是多少 标准是一米一的 一米一 就是这个阳台还是说就这个 窗户的高度 那么房东对自己厨房窗户的高度不达标 又是怎么说的呢 厨房的那个窗户上面是86厘米 最后小梅的家人还提出 厨房没有安装防护网 也是危险发生的致命因素之一 这个一直就没有防护的吗 没有 在这边的防护栏是一直都存在的 都有 都有 小梅的母亲说 当初搬来的时候 还是在她的要求下 房东才把其他的房间安装了防护网 但是 唯独厨房没有安装 这也是造成女儿这次意外的原因之一 有了防护网肯定不会摔下来了 你说是不是 我那个是厨房 那个冲本来就是逃生的 万一火灾的时候 那个冲口就没有 没有防护网的 那可以逃生的 小梅一家和房东之间 就是否应该安装防护栏和厨房窗户是否应该设置为消防通道等问题 都有各自的看法 记者找到了深圳市有关部门进行了解 关于这个住宅楼 什么样的情况下 应该安装防护栏 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呢 这个国家的规范呢 对这个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而且是要强劲执行的 比如讲这个阳台 这个外廊 还有这个低于这个90公分高的窗台 这个都要设这个防护栏杆的 那有一个房主 他那个房子呢 也是从地面到这个窗台是86公分 将近接着90公分 不行 差一公分也不行 那我们那只要再设那个防护栏杆 是这样的意思 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总工程师 李泽武向记者介绍说 按照国家住宅建筑规范的要求 窗台到地面的高度不得低于90厘米 如果低于90厘米 就应该设置防护栏 此外 关于消防通道的问题 也进行了相应的解答 你出房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 容易发生火灾的地方 一般是这样 所以如果这个房主说 我是把这个厨房的这个窗户 作为防火通道 这有一点不太合适 肯定不合适 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 如今小梅的家人 已经将房东告上了法庭 我们这个是选择了 做一个人身侵权案件起诉的 我们做了27万多的赔偿 据记者调查 从今年的10月中旬到目前为止 深圳市发生了多起 儿童高空坠头的悲剧 其中大部分 与窗户窗台高度不够 防护网缺失有关 其中2010年11月2日晚上6点钟 在深圳市福田区 有一个6岁的女孩 从11楼阳台坠落 说到这个事以后 我们好多天 我们心里都难受 但是没办法 我们的孩子 我们从小 我们那个阳台不是就坐了那个房子吗 下来起就坐了那个房子 知道吧 但是出事这家 他们家没安定一个房子 也没装 这个我必须不知道了 2010年10月30日下午 深圳市保安区 一名6岁的女孩 从13楼的飘窗 坠落身亡 10月14日中午 深圳市罗湖区 一个11岁的男孩 从25层的楼顶坠亡 平时这个门就都开着了 对 但是18个地点是哪 孩子是从哪 他们说是警察说在这边 贴还贴了这个表情在这边 另据120急救信息 在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这期间 至少还有三起 不满10岁的孩子 高空坠落的事件 这些孩子已经永远失去了 长大的机会 周老师 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两起案件 都是悲剧 我们心情很沉痛 但是两个家长 两个孩子的家长都认为 这是房子的房主 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从房子的本身的建筑和施工来看 您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从第一起 是从两个单元之间 缝里面掉下去的案子来看 房子的设计施工应该没什么太多问题 但是第二起 就是从厨房的窗台 那边一下掉下去 那个设计应该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它的窗台的高度 厨房窗台的高度 没有达到设计标准 它只有86厘米 不到规定的90厘米 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两起案件 都涉及到了消防通道 第二个案例当中 我们看到了窗户作为消防通道口 房主是这么解释的 所以他说我没有在外边加护栏 那你孩子爬出去了 就不小心掉下去了 窗户能不能做消防通道口 我们国家对自己建造的房屋的 消防通道的留的位置 有没有规定 没有 这个恰恰是我们国家目前存在的制度上的一个缺陷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公家造的公共建筑 或者是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出来的房子 卖给别人的建筑 这个管的比较严 质量安全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标准 有相应的规定 但是对于世人自己建的房子 恰恰是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去管它 您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规定吗 应该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些制度上的建设 我们国家确实现在制度上存在缺陷 就重建清管 建的时候房屋的质量管得很严 但是一旦房子建成以后 在使用阶段 怎么保证它的质量和安全 现在相应的法律还是比较欠缺的 现在目前正在制定这些法律 在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两起案件当中 其中第二件案子的就是十岁的女孩 小梅的家人已经将房东告上了法庭 而第一起案件当中 那个六岁的男孩 青宝的家长也准备采取法律的手段 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两起案件的进展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进展说法 感谢朱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好的建议 参与我们眼光设计的讨论 好 观众朋友们 明天同一时间 进展说法再见